股票漲到2萬點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股民到底有多少 大家平均的財富有多少 股票2萬點你要看數字背後到底是什麼 你會不會造成更大的一個貧富的差距 所以院長 這個數字裡面的背後 我喜歡股票2萬點 但是你不能因為這就表示你的你的政績 在背後代表 我們有很多其他的國家股票很多 就你會發現 這個股票漲得很多的狀況之下面 不是每個股民都可以去受惠 反而是讓貧富的相對剝奪感更加增加